在我身后的这一个房子呢 是我妈妈村里一个人的房子 听我妈妈说 他们一家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就搬到深圳那边去发展了 然后这里的房子呢 就一直处于没人住的状态 后面就有人过来租这个房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租了不久就搬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过来租 租了不久 主人家就是房东要求他们搬家 但是他们就是租客 他们并不想搬 那时候一大家子可能搬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住吧 所以就不想搬 第二天租这个房子的老爷爷就出事了 然后房东也没办法 因为出事了嘛 房东也不好叫他们搬走 但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 不住之后他们就搬走了 搬走之后不久 又有一家子租这个房子 但是也是隔三差五的出事 后面就再也没有人租过这个房子了 这间租个同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外地人 过来这边干活 现在的话这间大门和侧门 全部都是打开来的 我刚看了一下 里面放了一些建筑材料 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这里面现在堆放的全都是建筑的木材 上面还有一个篮子 那里还有一个篮子 这门还是挺好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房子已经是有一些历史的了 里面是厕所跟厨房 还有很多工具 那根棍子应该是拿来挑柴草的扁担 这里面是一间房间 有一张床 可能有十多年了 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就是用这种床 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种床了 床的质量其实挺好的 木质很好 这边还有暖水壶等日常用品 这间电线可能都已经老化了 上面还有一个灯泡 这顶上的墙好多蜘蛛网 那边还有一个灯管 这边应该是外面的一个房间 都放了木板了 这个窗户都已经烂掉了 用木板和报纸挡住了 这个门已经没有了 这墙外皮都有一些脱落了 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造的房子 水泥量都是很少很少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黄泥过程的了 这上面是有一层二楼的 刚刚四处都转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楼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既然有二楼怎么会没楼梯呢 好奇怪啊 从下面看上去的话 二楼的破坏程度并不大 一楼看起来就很破旧了 可能那时候租给人家二楼没有外租吧 窗户的玻璃好多都碎掉了 这窗户上面有几个洞 或许我猜测啊 仅是猜测而已 可能是有人看到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因为之前在我家附近也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那个房子没人住 经常会有小孩子或者是一些人在窗户动一些手脚 可能真的有人偷东西 所有一楼的窗户都坏掉了 二楼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现在这个房子呢已经荒废了二十多年了 主人家也是常年在深圳 没有过来打理 也没有人租 做了之后呢就怪事连连 当然那边有遇到过这种奇怪的事情吗 这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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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